通过指纹来破获基岸,已经算是江远的老本行了 二等功臣的牌匾,这惠尔还在家门口晒着,一天天的被老爹擦的油光增亮 做了那么多的基岸指纹,江远一看这个皮夹克上的斜指纹,就觉得有比对条件 这是一种基于个人能力的自信 首先,血指纹的清晰度通常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指纹是从皮夹克上找到的,清晰度略受影响 但还是比大部分的汉前指纹的条件好多了 其次,指纹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小,缺少中心,但有指尖 这个条件,就是非常个人化的条件了 正常的很简,如果看到指纹没有中心点,或者中心点模糊,直接就放弃不做了 因为这种条件的指印是很难查中的 但对江远来说,只要能够正确地判断中心点的位置,而且,中心点的位置周围的纹线清晰 这样的指纹,它就有把握做出来 成功率只比没有中心点的指纹低一点点 如果是做线案,自然是指纹条件越好,越容易做出来 但做了这么多基案了,一个最浅显的知识早就摆出来了 对基案来说,指纹条件越好的指纹,越没有意义 谁都能查中的指纹,就像是见人就舔的舔狗 它的主人是不存在的 当然,眼前的指纹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江远将指纹图下载到电脑上,看着图片,并没有立即动手 这时候,他的眼前,闪出了系统消息 任务,攻破一案 任务内容,破获405徐海案 江远核对了一下,405徐海案,正是自己刚刚选定的案子 如此一来也省心了,不用再考虑这个案子遇到困难的话 要不要再选其他案子之类的问题了 就一门心思的干脆这个案子就是了 江远搓搓手,老规矩,管他指纹条件好不好呢,先P图 老话说得好,PS滚三滚,美女站不稳 指纹经过P图,就像是领导喝了茅台 总归是要露出点真面目的 江远要的也不多,正常在完整的指纹上画时五个特征点 他在三分之一的指纹上,搞八个指纹点出来,就有比对的基础了 旧版高性能主机,轰隆隆地响了起来 吴军听到声音,抬起头来,你选好案子了 405徐海案 江远道 你说下尸体的情况,我就知道了 吴军站了起来,顺便点支烟 江远直接简要点道 尸体在礼堂香的香道旁被发现 发现时,尸体距离香道约八米远 中间有树木和藤蔓的阻隔 尸体高度腐败,腹部,胸部中刀 啊,我知道了 死者是在集市上卖衣服的个体户 吴军一说话,都带出了历史感 江远恩的一生,道 我是看他的皮夹克上,留下了一个血手印,比对看看 用指纹啊,那还行 吴军说过,还是有点忍不住 又道,这个案子,不好搞呢 当时卡在哪里了 江远也是好奇 吴军没回答 反而问道,你觉得这个案子,是个什么性质 江远主要是盯着指纹看的 但案子也是大略的扫过的 想了想,道,拦路抢劫 然后升级成杀人 那为什么要在距离道路八米远的地方 现场的照片,专门拍了一张路边的草木的情况 你看一看,是不是非常茂盛 要走过去,很不方便的 江远于是又翻内网的照片 也就是命案基案的照片了 转路的比较清晰 看得出来,香到两三米外的植物 就非常多了 要走到八米远,是不能直接走过去的 得己进去 若是持刀斜迫的话 容易出岔子 当然,出岔子这部分 也可能是升级的理由 江远没有太想明白 但理解吴军的意思 道,所以,当初你们认为不是拦路抢劫 吴军反而摇头 道,我认为是 很多人都认为是 但领导不认 为什么 因为拦路抢劫导致杀人的话 这个案子没法破 吴军贪手 又叹口气 也有道理 当年破案还是三板斧 一查二排三图 在这荒郊野外的 弄成抢劫杀人 案子就太难搞了 一查二排三图指的是现场勘查 排队摸底 突击审讯 这是建立在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侦方法 建国以后的户籍制度 使得人群的流动性大大降低 大部分案件 都是熟人作案 通过排查的方式 就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破案率 至于游离在外的游子们 通常被警务系统称作是盲流 动不动就抓起来审查 审讯 以及遣返 正因为如此 随着社会流动的放开 警务系统的工作能力就大大下降了 社会治安更不用说 吴军有一点也没有告诉江远 那就是拦路抢劫的案件的话 当年还是有不少的 领导侦破的欲望就不是那么强烈了 江远则是好奇的问道 当年黄队怎么说 他那时候 正好在派出所做所长 吴军顿了一下 回想片刻 到应该就是这个案子 换的刑警大队长 江远都忍不住要八卦了 上一任大队长是因为这个案子被换掉了 差不多吧 那几年没破的案子挺多的 江远见吴军没有要聊这个话题的意思 于是继续案子本身 道 所以这个案子的主要问题 您觉得是方向问题 死者的关系网 差不多是排查透了 没什么结果 吴军摇摇头 道 你好好找指纹吧 现在也就靠这个 能查到点东西了 随机作案 当年不好查 现在更是没法查了 这些年 侦破的基案 其实大多以指纹和DNA的方式为主 也是类似的原因 很多线索 当年查不到 多年以后 更没法查了 江远原本还期待师傅 能提供更多点的信息 毕竟 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写在卷宗里的 吴军刚才说的 类似于被摒弃的侦破方向 就属于不在卷宗里的东西 只是 战时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罢了 江远也不想七想八了 回过头来 继续处理指纹 就像是在徜徉参加全省指纹会战时一样 那时候 也没有什么人跟你配合了 就是单纯的查指纹 查中就有 查部中就歇菜 当时有一半的全省指纹专家 说起来都是LV3的水平的很简 就是带着鸭蛋的战机回家去的 江远一个指纹 就处理到了下班时间 吴军准时起身 问江远 下班吗 我加班了 江远叹口气 掏出手机 给老爹发了条信息 吴军笑笑 道 劳逸结合麻 该休息就休息会 打断思路了 江远无奈摇头 全省指纹会战期间 为什么指纹专家们更容易出成绩 重视是一方面 也是因为能够专注的看指纹 连回家都不用 江远不敢对这眉血指纹掉以轻心 恢复到指纹会战期间的状态 是最有利的